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松仔松太的频道 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讲讲 关于英国这边的新闻和消息 而其中有一宗 也挺大件事 而我之前是没有提及过 因为这件事 是静悄悄地 不觉意地 不经意地 就已经在实施 而是对很大部分人的 很大部分人 也不是所有人 但对香港人来说 我相信也有很大的影响 究竟是什么事 事不宜遲 马上去片 谁在这里说我 哎呀 被他发现了 没有 我说你英俊 不是 你明明刚才说他胖的 谁说我胖 走鬼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第一宗新闻 讲一讲 跟我们的经验都有关系的 我们之前去旅行 多次提到我们的车 是停留在HIVRO的 Official Meet & Greet 很多人问我名字是什么 其实名字就是 HIVRO Meet & Greet 你打上Google 应该会找到的 是找到HIVRO的标志 是一个Official Service 来的 就是由AirPod提供的 一个Service 而不是其他第三方 我自己之前就说过 我用这个Service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 较为有保证一点 起码我觉得 至少不会把我的车 拿出去乱那么拼 没什么必要地 就不会拿出去 乱开乱撞 是的 也都叫做 Official Service 应该理论上 有些保障 是的 有些保障 今天我看到另外一宗新闻 这宗新闻 又是关于 Official Service 的Priority Parking 就在Luton的AirPod 就是在伦敦的另外一个 机场 即是伦敦附近 不是伦敦里面 Luton 那里也是一个国际机场 可以飞去其他国家的航班 有一对夫妇 前两个星期 就停留在Luton的AirPod 就用它Official 做了一个叫Priority Parking 的一个服务 那我上网查过了 Luton Airport的Priority Parking 其实就是我们HIVRO 等于HIVRO 是的 的Meet and Greet 是没有分别的 基本上就是你开车去 然后给它一条士 然后拿一张纸 走了 然后回来 车就会停在你前面 然后你拿一条士 就开走 就是Luton的Official Parking 是的 因为为什么一定要用 这些Service 其实不一定的 但问题是去方便的地方 就是要是用第三方其他的Mit and Greet 要是你要去到老年 那些Long Stay Car Parking 我其实和松太 在未用Mit and Greet之前 已经用过Long Stay的 就拍到很远 然后要等整 等整十分钟 十五分钟才有班巴士 再坐多十五至二十分钟 才去到个机场那里 那整件事就很烦了 因为你去那程都还好一些 那些行李箱是空的嘛 回来那程就麻烦了 回来那程就麻烦了 我们四个人有四个大劫 四个小劫 再加两个背包 哇大哥 你怎么拿呢 只有我们两个大人可以拿到劫 两个弟弟哥怎么拿呢 最多就是帮你拿个小劫 所以是很难去做到这件事 那所以Mit and Greet不算便宜 都要三百多磅 我们回了几个星期 那这位朋友仔呢 就180磅 那他就给了Luton的Airpon 去拍他的车 是 谁知道他回来 车不见了 是 被人偷了 他直接收到一个Message 就说他车呢 那个tracker被人拆了 然后呢 还开了 已经开了五十个公里 他发现的时候 是啊 那是一辆什么车来的呢 是一辆价值一百零五千 的Land Rover SUV OK 那这个故事 要教训大家什么呢 就是 没错了 千万千万不要 开那么漂亮的车 去拍任何这些车拍 是非常非常之危险的 因为 不只是试过这一单的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 我们回香港那时候 已经是听过一些新闻 比如有些人是会 开个麦拿伦去拍 是啊 是啊 结果呢 这辆车呢 可能被人撞了 被人拿了去摔 那些车呢 看到有了 就是那些车没有了 是啊 拿去drift啊 也有试过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才不敢 被铰匙人 是啊 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害怕 不敢被铰匙人 就宁愿拍Long Stay Long Stay都有风险的 因为没有人看着 是啊 那他这一辆车 现在被人偷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就是他那条车 是交了给Official Car Park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 就被人偷了一条车来clone 就是直接是复制了他的车 就拿了他的车 那他立刻发现 就立刻报警了 但是呢 警察找到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了 因为车已经离开了英国了 应该理论上 就已经不见了 tracker也track不到 那应该就直奔了去海岸那里 上了船 去了跨国 去了不知哪个国家 有很高的可能性 因为英国曾经是拍过一些documentary 就去一些非洲国家 那就在某一些市集 一些集散地 是公然地销售一些非法得回来的财装车 而上面呢 有很多的车呢 卖着的时间呢 是根本连车牌都没灭的 就是还是英国的车牌 右态明明他的国家是左态的 是行左态车 但是呢 没有什么就卖右态车 但是卖着很便宜的 可能你的一百零五千的SUV 去到只值五千磅 或者十千磅 都不足够 那不是好划 但是在他们的国家来说 已经很贵了 所以就 这些这样的事情 就里有发生 但是大家真的要小心 你如果开去Airport那辆车呢 就最好是一辆比较便宜的车 我自己建议呢 说真的 如果你真的开去Airport 最适合就是好像我开过那些Valefire Voxy Estima 这类车 因为一来呢 这些七人车呢 尤其是那些Import七人车呢 其实在英国比较少 那些责人不是很熟悉他们 也都不是很想去偷的 因为散货难 是的 因为在英国不多 不是很普遍的东西 也都没有什么人下 order 去英国 麻烦你去英国 和我偷十架Alfred 那不会的嘛 你英国有多少架Alfred 也有的 但是通常就算有 都是一些比较很旧的 十系 那些二十系的 就是要偷的那个贼仔 是吧 所以呢 这些车他偷来都无谓 但是第二呢 就是你开这些车的话 你才显得出他的功能 是的 功能就是 可以一次过放六个行李箱上去 是不用 不用砌的 不用砌 接着按键关门就走 那这个 这个也是他最充分能够 发挥到他的功能的时间 老公呀 什么事呢 就来暑假了 那又怎样呢 我们会不会去旅行呢 我们好像没多久之前 才在香港回来 那些钱已经花了 但是呢 好像有个Web Site 去旅行呢 是有钱赚的 有钱赚 有钱赚 即是你去旅行 然后你花钱 接着他再给你钱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有些那么损的东西 没错了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 TopCashback 网站 TopCashback 是英国目前最大的 一个现金回赠的网站 它在全球 是有超过二千万个用户 单单 只是在英国来计 已经有超过五千个商户 和他合作的 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五千个商户里面 扣物或者是消费 都可以经过TopCashback的link 进入去他们的网站 然后你消费完呢 你会得到一个 某一个percentage的现金回赠 哇 说得很丰富的 那实际上里面有什么卖的 好了 当你进入了这个 TopCashback的网站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不同的category 有fashion 有电器 有entertainment 有买现梳的 有电话的 有travel的 又是水电煤的单 也有一些food and drink health and beauty 之后其实还有更多的category 基本上已经囊括了 大家生活所需要的一些集项 那我使用方法 其实也是非常之简单的 只要你登入了 做了member之后 你可以在这个category里面 选择你所需要的物品 按进去之后 你就会看到有些什么公司 是有这个现金回赠的优惠 那你再按进去那条link 它就会带你去 他那间公司里面 进行这个购物 又或者如果你找不到 你在这里想要用哪间商家 你可以在search bar 打你想找的那间公司的名称 然后再按进去 你也可以找到那间公司 是有没有做到这个 这个top cashback的现金回赠的 刚才你说要做member才能用的 那需要钱吗 做member来说 其实费用是全面的 如果你是美国的member的话 那你就这样 只需要登记了之后 你就可以成为这个member 在英国方面 你是有两个不同的级别 可以选择的 一就是classic member classic member 就是不需要付任何费用的 第二级就是一个叫做plus member 那你只需要交五磅的年费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比普通classic member 更加高的现金回赠的percentage 这个要给年费的plus membership 还会多一个叫做tell a friend的bonus 就是说你如果是和你的朋友说 top cashback很好用 很多回赠的 那跟着他用了你referral 给他的link 做这个member的话 那你也会多一个现金的bonus 所以给钱做member呢 其实是为了大家可以在长远来说 得到更加多的现金回赠的 那现在cost of living crisis 什么都这么贵 肯定是省得一元就得一元的了 用top cashback的website 无论你买雪櫃也好 洗衣机也好 电视机也好 买家具也好 去旅行也好 买保险也好 甚至乎登记一个新的internet broadband package 你都可以用top cashback的现金回赠的优惠 那反正都是用了 那当然用得得正明一点了 只需要按多两个键 你就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优惠 那为什么呢 所以由现在开始 大家只需要登记成为top cashback的会员 如果你按我给你下面的这条铃铃的话 你登入了之后 消费过一次 你还可以得到额外的10磅的cashback返还 哇 这么准的优惠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这一宗新闻要跟大家讲讲 英国最近有一个省钱达人 就叫Tom Church 他最近在报纸上做了一个专访 就专门教大家 怎样可以靠shopping的时候 用他最省钱的方法去生存 那他说他整年呢 就只是靠吃这个黄标食物 那他说他总共是省到3,400多磅 都挺夸张的 3,400多磅 因为现在cause of living crisis 那他说他自己呢 就是有一些贴士和一些工略 教大家呢 怎样可以容易些买到这些黄标的食物 当然啦 我事先要说明 如果大家呢 是没有必要 没有需要地去任拿去疯狂 拿这些黄标食物呢 我觉得是不道德 亦都不应该的 因为这些食物呢 可能是给一些有真的有需要的人呢 是需要的 但是我觉得我也都需要说出来 因为有很多在英国住的朋友仔 给一些香港的朋友仔或者一些年轻人 带着不太多的钱来英国的时间 可能他自己真的不是很充裕的资金 那我觉得也都给他们知道呢 是有一些方法 可以帮他们在生活上面呢 是省到不少钱 他说一年省三千多磅 那他说呢 这个方法呢 就不是太适合太多人用的 就是因为你说你整家六个人 那样靠黄标食物呢 就未必可行 但是呢 如果你说譬如单身啊 或者对情侣啊 你们比较flexible少少的 吃什么都没什么所谓的 那这一类人呢 就会较为容易呢 是用到他的方法 而省钱的 他有几个攻略啦 教大家呢 什么时间去supermarket 留意些什么呢 就可以找到一些省钱的货品 但是呢 他说之前呢 他提出了两点 大家是需要注意 亦都需要遵守和尊重的 第一 就是不要在那个 就是那个staff呢 在那里贴紙标签的时候呢 就一窩蜂围着他 嗯 那样呢 是会对那个staff呢 构成巨大的压力的 那这个是大家不应该做的 是 第二呢 就是不要他摆出来的东西 无论你需要还是不需要 有你 没有你呢 就一南过和他掃除他 那这个呢 也是非常之的disrespectful 就是很不尊重 而且呢 也都不道德的 因为你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的嘛 那所以大家是应该选择你自己需要的东西 你等他贴好些标签了 你先走过去 真的不差过两秒的 他说呢 不同的supermarket呢 他的策略 和时间呢 都有所不同 不过当然啦 他只不过是提供一个 基本的idea 给大家听 就不是告诉大家 一定就是这个时间出来的 没有你去骂他 不是这样 首先呢 就aldi 就是以最便宜的supermarket Top2 这栋aldi 那aldi呢 其实就不是说 大家觉得呢 晚上才会出这些减价货品 不是的 原来早上8点钟就开始了 所以与其呢 你是抢晚上那一陣子呢 早上8点钟去看那一陣子呢 是容易些拿到的 因为那一陣子是最新的 最新的 开始有 一般来说呢 一早就开始减了 是的 一般来说呢 减价幅度有50%的aldi 那还有呢 他那个不是黄标来的 是红标产品来的 难怪我从来没见过 是的 我也没试过这么早去 其实他是用红标来代替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aldi去买一些便宜的食品的话呢 那你早上8点钟去呢 就应该是最适合的时间了 难怪我从来没见过aldi有黄标的东西 原来还以为是红标 因为你去的时间已经太迟了 是的 那些红标都被人吃了 所以你是不会见到的 还有没有见过 那另外呢 第二阶Astar呢 他原来有两个round 第一个round呢 roughly也是早上7点至9点这段时间 但他说不定是哪个时间 那第二个round呢 就会在晚上的大概7点钟的时候呢 就会开始的 那他那个减价幅度呢 就没有那么多 就是可能有时是25% 有时是40% 那但是Astar呢 都会有两round的减价 那接着下来就co-op了 co-op就比较小一点的supermarket 可能是一些新的development附近 就直接在那些apartment下面 就有一间这样的 那他们都有的 那但是他们呢 就全日都有 就没有说一个特定的事业 这个难触摸 这个难触摸 那但是通常一般他们的减价幅度 是会高达75%的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我想 co-op就因为他比较少货品 也都少量 那他真的要看 究竟哪样东西 他真的卖不及的 要需要减价促销的 他才减的 就是他无定时无定向地减 但是一般减价都有75% 那另外 在Iseland呢 就会是有一个 正是新鲜的yellow sticker 那这个yellow sticker呢 就通常都是在 早上开始的 都是早上啊 是啊 这个 颜覆我们的一贯的思维 打算是晚上 7点8点 我都以为7点多8点 香港也是的嘛 7点多6点 7点多 对了 那些寿司减价 我记得以前 送去白街买寿司减价 这样 通常都是这些时间 日本也是的 对了 日本也是晚上 我们9点去呢 不停看到人不停贴黄标 对了 对了 6-7点的时间呢 就会贴那些寿司啊 炸物啊 对了 那我们都是那些时间去找 第二轮最便宜的 对了 我们去到东京都很省钱的 都是找黄标的食物 好了 接着下来呢 就第二间最便宜的supermarket 这里呢 那他就再玩晚点的 那他是橙标食物 对了 就不是红标 也不是黄标 就是橙标 那一般来说呢 早上的时间呢 就会有30% off 是 那另外呢 他还有一只绿色标签的食物呢 就叫做 Waste Not Stickers 那就是它的sticker上面写着 不要浪费 就是中文的不要浪费 那贴子呢 那贴子呢 就分开两种价钱 一是20p 一是70p 那样的 都挺多花神啊 那另外呢 Mars & Spencer都有减价 我这个我知道 这个最吸引了 都是早上早啊 我这个不知道 原来很多都是早上早的 那接着呢 因为Mars & Spencer 就叫做是比较贵一点的supermarket 所以如果你在Mars & Spencer 找到黄标的食物买的话 你总省到的价钱呢 会大幅抛来其他平价的超市 所以我们可能要主攻Mars & Spencer 早上你抽完放学神 那么早就是Mars & Spencer 对吧 抽完翻学 那通常呢 如果你住在一些 就是比较多Mars & Spencer的区 譬如学校在附近 Sorley & Surley那边就是了 就是学校旁边 就是Mars & Spencer的food 那你一送完翻学 你就趕快去M&S 那可能就找到你心水的食物 接着来到Morrison Morrison 最近经常被人说贵的 他的黄标食物 一般都是晚上七八点打后才开始 不正常 但是他有一种不正常的 是什么 Morrison 有一种叫Magic Box Magic Box 有什么是Magic 就好像我们的福袋 即是我们了解福袋 Fukubukuro 对 Fukubukuro 那这个Fukubukuro Magic Box 就是 价钱定了3.49 但是一般里面 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很Magic 一般来说里面 价值的食物是有10磅的 不过呢 你就是要播一会儿 里面完全不喜欢 那怎么办呢 即是我这些不喜欢吃蕃茄的 我买了个Magic Box 回来之后打开全部是蕃茄的话 那我暈得一会儿一会儿 这个Magic Box 是不是只有蔬果 不是的 它什么都有可能有的 总之它卖不完 卖不出 这个减价 真的很复杂 原来你看完之后 减价就是减价 你以为黄标就这么简单 不是的 里面有很多东西 Sainsbury分开 下午1点钟 减价就25% 然后到下午5点钟 减价就50% 然后再下来到晚上8点钟 减价就会跳到75% 分开3个level Tesco的减价就是在下午4-5点钟开始 一般来说就是它的面包 蔬菜 三果 肉类 这一类型为主 我发觉最近Tesco很多东西减价 是不是 不只是新鲜东西 干货也很多减价 就是现在最多的是Tesco 以前就比较少一点 很多很多年前 十几年前 我和松太在读大学的时候 Tesco是超多东西减价 比如它那些面包 是可以减价到5p一大条法式面包 哇 已经可以吃2个了 最便宜的2p 是啊 很厉害的 有一年我最记得的就是 它的菠萝 它的菠萝 它的菠萝卖得太多 卖不完 最后减价到10p一只 10p一只菠萝 而且那只菠萝是金黄色 超甜 你知道我和松太 足足吃了两个月的菠萝 每晚夜晚都是吃菠萝 后来我们看到菠萝都 嗯 之后两年都没吃过菠萝 不过它让我学会一样东西 就是我以前是不懂得开菠萝的 自从那两个月之后 我简直是一个开菠萝的纯属技师 好了 接下来呢 这一宗新闻呢 亦都是今天重中之重 需要讲给大家听的 话说呢 就最近呢 我收到一位朋友的短讯 就问我呢 说听说 有人说 说在百明汉附近呢 就6月开始 今年6月开始 就要apply一个license 你才可以租屋给人 即是如果你是业主 你需要apply一个license 那我想 咦 会不会是个 HMOlicense呢 那就非也 这一个新的叫做private的landlotlicense 那就是凡是你是landlot 那你都要apply那个license 去然后再租屋给人的 那这个呢 是有一个规矩条款 和不同council呢 是有不同的时间表 和不同的做法的 那我现在一次的详细 就是尽量以我所知 告诉大家 那以百明汉为例 百明汉呢 就是有69个地区 是需要征收这个license fee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license fee呢 除了我们知道呢 HMO就是house with multiple occupancy 你一家住几家不同的人 那些呢 或者是劏房类呢 那政府呢 就会收你一个钱 可能1000多磅 2000多磅 就last大概是三年至五年的 那之后呢 你就要重新再去apply的了 那从中呢 你都要是满足 他一些基本的要求啦 譬如你有防火切丝啊 你有smoke alarm啊 你的门也是防火啊 各样东西 你要满足到他的基本要求 你才可以申请成功 那他原意 他告诉你 原意就是为了提高 living standard 就是保障他们 保障租客呢 不会遇到一些欺凌他们的业主 就租了一些呢 完全不符合任何规格的屋 可能租了已经发了 没有啊 流水啊 总之整地乌尼玛茶 不住人的那些 那些就尽量避免啦 那但是实际上那个过程呢 那本身是 就是这件事呢 是悄悄地发生的 没有什么很广泛地 是一个新闻的媒体报道 新闻媒体有说过 很多屋有严重的发毛啊 或者漏水啊 水浸啊 不够暖气啊 那但是他们要 怎样提高 那个living standard啊 但是也没有说 怎样重点提过 会有这个licensing的出现啊 那但是我发现 这个licensing 我今天调查呢 就不是今年的事来的 嗯 原来在不同的council呢 已经静悄悄地 因为在去年开始呢 就已经是 已经是进行着这一件事 嗯 那它有个学名 有个官方名称 就叫做selective license 是的 全名就是selective landlord license 嗯 那为什么selective呢 因为它不是compulsory的 它不是说 你有家屋出租 你就一定要这个license 而是如果你的家屋 是在它select了的区 的一个物业 想出租的话 是 那你就需要是去apply 这个selective license 然后你才可以出租了 以巴明汉为例的话呢 是 巴明汉一次的licensing的费用呢 是700磅 是 那700磅呢 就可以last五年 那就是你五年里面 比700磅每年就百多磅 是 那就是六月初呢 六月三号好像 就会开始生效这件事 是 5月22号才开始apply 是 是的 那就是你差不多十日时间去apply 但是它也说明了 它是到九月初呢 九月四号 它才会enforce这件事的 哦 那就是它会给 对了 给三至四个月的时间 你去apply 那你也可以网上 经过counsel的website 或者download app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了 那好 就是简单来说 基本上就给钱就可以了 就是你给钱apply the license 那它可能有一些简单的问题 问你啊 你有没有符合这些这些条件啊 那你全部取消之后呢 那接着说 我尽我责任 provide这些问题的答案 是对的 是准确的 那你一切 一切后果自负 如果不是的 那接着你就给钱就可以 应该拿到这个license 理论上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还是四月份啦 未到五月二十二 我不知道实际的操作是如何 那我再上网看啦 是不是只是 这个Bermingham有这件事呢 不是的 Lester Estafashire Bristol Nottingham 已经全部都有的了 基本上每一个counsel呢 它都有它自己特定的一个selective license的地区 但是 它enforce的时间表是完全不同的 譬如你去coventry那里看的 是 它是未有enforcement的 coventry呢 就是咨询阶段 然后呢 那些counsel在讨论着 那我看到它下面说 已经有结果了 讨论的结果呢 就是全国coventry的市中心 都需要是有这个license OK 但是 它出了个结果来 就是它未enforce 这件事 也都未有个时间表 什么时候会做这件事 也都不知道个价钱 那Bristol 我也都有查过的 Bristol 原来在22年呢 就已经在推行中的 二年的年尾 那就是799磅 就做玩五年的可以 好了 那除了这个selective license之外 那我也要解释了 现在大部分的counsel呢 都是有三个license的 嗯 那除了一个selective license 就是一只叫mandatoryHMO license 那什么叫mandatoryHMO license 就是强制性的劏房牌照 嗯 那这个强制性的劏房牌照呢 就是如果你的那间屋 有超过五个人在里面住 嗯 而它是form了两个或以上的家庭的话呢 嗯 你就一定要申请这个HMO license 否则它是不会给你做 就是不会给你出租 也都不会给你做劏房的 你只能够租给一个家庭 就不能够租给这么多家庭 嗯 就是如果你是有超过四个人住在一间屋那里 嗯 然后form两个或三个的家庭呢 嗯 那你就要申请这个叫additional的HMO license 那additional那个和mandatory那个有什么分别 我的分别呢 就在于在价钱那里 你多些人住的HMO的劏房呢 那你给那个license的价钱是贵一些的 以Gristal为例呢 就是你需要给一千四百多磊一年 一千四百多磊五年这样 是 分开两个part比 part one和part two两次收费 那如果你是给这个additional的话 少些人住嘛 只有三至四个人住嘛 是啊 那你就便宜点的 就1100磅的 那如果你只得一个家庭的话呢 那再便宜点就有799磅 selective license 那另外呢 我第一件事看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在脑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如果我有HMO license 那我还用不需要给这个selective license呢 嗯 每一个counsel呢 都可能会不同 但是以我的general knowledge呢 我认为呢 就是看它的条款 你如果一旦是 事但拥有一个license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再给另外一个的 譬如你已经是有最高级别的 mandatory HMO license呢 那你是不需要给一个selective license的 那所以呢 由现在开始呢 所有的业主呢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呢 如果你是有这个property呢 是出租出去给别人住的 那你一定要查一查 你自己的counsel 现在会不会有一样东西 叫做selective landlord license 那如果有的话呢 你想去官网呢 以巴明人为例呢 它是有一个search engine呢 你打个postcode下去 它是可以告诉你 你这间屋 是不是属于这个 需要给license fee的一个范围里面的 那大家都很明白的 因为现在政府是比较缺钱的嘛 那所以呢 它是会在不同的渠道呢 都有一些 一些方法 就是问大家 是拿钱的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 因为你有钱投资 有钱去出租给别人证明 你是有充裕的资金 那既然你有充裕的 那它当然是会有一些方法呢 就是问你拿回一点点的 那这个我相信 是它的主要目的 那但是名义上呢 它就是希望 standardize 了 你这个private的 这个rental sector 就令到它的水准可以提高 那但是问题是 有没有那么多人enforce 那样东西呢 执法是 只是为了去收取license fee 还是他真的想去提高的standard 会派人来检查啊 检查啊 这也是我有移民的地方来的 据我分析呢 主要它现在推行 这个selective license 的地区呢 都是一些 demand 最高 租金最贵啊 或者最旺的地方呢 它才有的 那如果你说 你稍为是市区 市中心外围一点点的 那就已经可能是 在豁免的范围里面 不过 你难保呢 它这个区域呢 是会慢慢扩大 它的selection 可以扩大 是的selection 因为如果你不是为了收钱 你为什么你是selective呢 你是不是应该全民都是呢 既然你是要提高居住的standard的话 其实我住在哪里 那个standard都需要保持的 住在B1 还是住在B17 难道我住在B17 我不用提高那个standard吗 只是B1那些需要吗 嗯 因为你去hide demand hide demand呢 那里的租务需求大 那里的租金也都浪得起 是 所以那里的人更加愿意花钱去投资 那也都不愁无租客 那这个呢 可能导致到为什么他会 首先第一波 就找那里来做试点先的 那所以大家呢 就真的要留意了 那你要查清楚 你自己 尤其是二三年开始 你的council 有没有引进到这个新的条款 那如果你没有付的话 罚款是可以很甘下的 那这个政策呢 我看回其他council 那发现其实不是最近的事了 那就是去年 或者甚至乎前年已经酝酿了 只不过是去年年底才开始执行 那今年呢 就引致到可能是 白鸣汉这些大城市呢 都开始实行了 那这个呢 就看到呢 其实那个政策呢 就已经是有了在这一段时间 而我们就算每天看新闻呢 都不是说特别留意到 网上面也都没有什么人讨论 那些group也都没有什么人share 那所以直至我今天才发现这件事 可能有些网友 可能一早已经知道不出奇 那但是我都是今天才发现有这个问题 那然后呢 就它是很静悄悄的 我觉得整件事是 没有什么说大家 一个热烈的讨论 也都没有很多人去知道 就是清楚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 那所以我觉得有必要 是要给大家知道清楚的 尤其是你投资之前 你真的要考虑一下 究竟你的overhead是什么 有很多license要给 英国的income tax 还有你的mortgage 你去给个agency的佣金 你的服务费 Deposit 其实有很多的东西需要考虑 不是单单买一层楼 听某某人说 有6%回报 10%回报 好像很好赚 其实里面 维修 各样都是一个支出 好了 今集的节目 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点赞, 订阅, 订阅 按一下小铃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何时出片 整天差不多 下一集再跟大家见 拜拜